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垒球这项运动上也不例外 在垒球刚兴起的时候 中国就出了个垒球天才 他叫任燕丽 是个很有天赋的垒球选手 进入国家队后 接受了非常专业的正规训练 1986年 中国队受邀参加国际比赛 任燕丽就是其中一个队员 他在比赛的时候表现得非常优异 还获得了本蕾打王和打击王的称号 不过任燕丽并没有满足于当前的成就 一直想要取得更大的技术突破 带着这种值得称赞的上情心 任燕丽去了日本 跟在日本队主教练 宇金木庙子身边训练 宇金木庙子是个非常强势的人 在训练的时候从不会手下留情 在日本被人称为是垒球界的铁娘子 任燕丽跟随宇金木庙子学习的时候 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后任燕丽退出中国队 成了日本高旗队的一员 这让中国队的垒球教练失望不已 1955年 任燕丽背叛祖国加入日本国籍 改变名为宇金木丽华 加入日本队以后 任燕丽经常跟着打比赛 还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 在体育界的运动员 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改变国籍 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所以国人对任燕丽虽然失望 但却没有过于指责 结果任燕丽却在一次比赛后 公开称中国不如日本 中国在日本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任燕丽这种言论 极大的伤害了国人的感情 随后任燕丽的报应来了 他的父亲是个抗战老兵 年轻的时候曾多次跟日军作战 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恶行 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忘记这种民族仇恨 任燕丽的父亲非常痛苦 断指了两人的父女关系 至此都没有原谅他 感谢观看